大家好,我是铁牛 我现在已经到了罗布人的村寨 据说当年清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就是他网上看到的网红打卡地 罗布人村寨就是这个地方 现在坐了好大一个景区 你看,咱们的车停的那个地方 因为现在是夏天的原因,没什么人 最精彩的就是这里,沙漠里面 有这些湖,看到吗?还有湖阳林 这个湾湾区,这个河叫塔河 是不是很震撼? 但这个季节来好像不对 我们可以自己开车进去吗? 开车只能去十地公园 不能去那个村在那里 谢谢 我们走了 咱们这个房车又出现一个问题 不过是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在高速上开着开着 我发现那个车一直往右边跑,你知道吗? 后来我下来一检查宝,我吓一跳 那个车胎都磨得很厉害 幸好咱们还在这个洛枪线这里 刚好在旁边找了一个师傅 把它调换一下 咱们到了青海西陵那边之后 再去给车做一个动力平衡 做一个保养 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经常检查一下车的情况才可以 开个三四百公里到七零那边应该没事 按道理应该是没事的 按道理应该没事的 他只有这个胎吃胎 其他都没问题 主要是我看他磨了 纹路有点不对的 你知道吗 他应该光是这边 里面都没有 吃偏的 我就开车开车 我觉得奇怪 怎么车方向盘老是往一边倒呢 洛枪东 我们往那边走呢 看一下 左边是往喀什的吧 右边是往西陵 现在我们是往西陵方向走哈 又开始走沙漠公路了 我现在在沙漠公路上 就是阿尔金山的无人区 一个服务区这里 这里的流浪狗太多了 有个狗最可怜 腿都断了 你看那个狗吧 那腿子不知道不知道谁 你看 狗断了 还是咬断了 是怎么样 我现在把他赶了 往前面去吃点狗粮 你看 他只有三条腿走路了 你看 看看呗 我怕你把猫狗的位置挤了 你看 猫狗上面 好多牛狗狗 这只牛狗狗 怎么办呢 咱们也不想把他带走哈 到底狗粮给他们吃了 狗粮给他们吃了 狗在哪里 狗最可怜的 走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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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 这里别跑啊 好了放这里 过来 他的爪子断了 好可怜 你看 他过来了 我到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吃吧 吃吧 那个狗怕惹 怕惹 那个爪子都断了 天哪 躲了 过来 过来 嘿 他不敢靠近 但是被刺 山钩的 你看旁边 全部是沙漠 你看嗎 那个爪子断了 放这里 就是狗粮 这样子 你看 还会 到这里了 其他人不会抢 你看我把狗粮到墙壁上 那个狗子才吃 对面那个狗子 然后那个狗子也在那里吃狗粮 但就那个狗子 腿端的狗子 我一靠近它 它就跑 没办法 要去那里了 这是我们来到新疆 我们走过的这个罗布坡的无人区 还有这个羌藤无人区 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奥尔金山的无人区 我们在洛枪这个地方 弥兰古城我们路过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到达的就是这个芒芽艾肯泉 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青海了 我们现在前往这个艾肯泉 到了青海这边来之后呢 突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在新疆天气是非常热的 在新疆的话到这里呢 就感觉到好像从夏天到秋天的感觉 已经到了 好大一个字 大地之眼 爱肯泉景区 朋友们 我终于到了爱肯泉这里来了 这里呢 就是门票是不用说钱的 但是卫生费要收30块 看上面的字写的有 本景区免收门票 卫生费30块 刚才我问了一下小哥 进去还可以坐免费的驱惊车 是这样子吗 对 关机台也是免费的 关机台还是免费的 那么我们现在进去吧 这边你看 这是大门口 哇 现在和原来不一样的 原来是可以直接开过去的 好了 到这里来了 游客中心 咱们车也整天在这里 走 上车去 上车去 上车 你快点 芒果 别玩了 上车 上车 快点 对 上去吧 对 朋友们 我已经到了这个 艾肯泉的旁边来了 我们走进去去看个究竟 走近一点看 你看这个 一层一层的 这个颜色的水 这个土壤 这个土壤是黄色的 这个水都是在这个泉眼里面流出来的 好的一个泉眼啊 那个水你看 往外面直翻的 现在咱们只能拿无人机飞上去 才好看啊 这个泉眼就在我身后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Rev coloca and Go Just Go abandoned Go We bacter shepherd b